這邊有一個房間 主臥室在這裡 然後這邊是廁所 這邊是廁所 這邊是廚房 霹靂小組賀強實彈 進到了初秋華的藏匿處所 放眼望去 是平台的房間裡空蕩蕩的 難道又被他跑了嗎 後來我們決定 往陽台方向走 因為陽台最近的空間小 但是當我們走進陽台的時候 有兩張美容床 所以我們也是躲不過去 因為他那個美容床是橫擺的 我們進去看也沒有人 這小組成員已進到陽台空間 幾平台的陽台 已經被兩張美容床給佔滿了 剩一個小小的空間 人要橫著才能過得了 變成我們第一名通人 必須要跨過那個美容床 沒想到 就在兩張美容床間的地板上 他們看到了 他就躲在那個床鋪下面 他是直接雙手持槍 已經對著我 要走過來的人 第一名通人進去 就發現說 有槍 但是他看到的時候 還不行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攻擊他 因為我過不去 兩張美容床 擋住了PD小組的行進路線 初秋華早已經做好準備 他非常緊張 所以他的槍抓得非常的老 但是他可能是因為太多天沒睡覺 影響到他的反應 這個反應就救了我們第一個通人 初秋華等他回過神來 他只選定了一個目標做完 他就對著 對著這個副隊長 一直扣白錢 一直扣白錢 我們第一個的通人 已經去抓槍了 可是第一時間搶不下來 所以他又繼續扣 他至少扣了40 但是沒有時間 就是我們都要 三個人再搶一把槍 他死都不放 哇 那個槍他握得很緊 好不容易拼小組搶下了 初秋華手中的槍支 但下一秒 他跟你還立刻轉身 再趴下去床上 他殺了兩個人 那把刀 南波刀就放在床底下 立刻去抽刀 要跟我們再繼續扣 他並沒有行使面倒 他就是要跟你拼 在這麼近距離之下 刀其實也是很可怕的殺 千鈞一髮之際 初秋華被制服了 逃了將近一個月 他終於落網了 單獨往後的初秋華 仍試圖做困獸之鬥 一定是先控制手 然後用腳踢 所以我們就四個人 壓著他 束線再把他綁起來 他就狂吼亂叫 然後我們通人說 要去勤拿他的時候 他就過去咬他 所以只好不用 把他纏起來 讓他無法再用嘴巴攻擊 不要搶了 你含著就好 你含著 你含著就好 因為他的個性 比較剛烈一點 因為我們如果破門而入的話 他可能會有一些制裁的動作 小心 在那邊 這間看 這邊 這邊 這個是我在PT小組十年來最 第一次會感到害怕的案子 有受過訓練的人就是不一樣 他不會選擇舒適的空間 他在一個你意想不到的空間 原來初秋華在這一段長逆過程當中 他並沒有待在房子裡面 他一直待在陽台 他其實他都已經 布置好了 所以他如果在 比較舒適的空間裡 他很快就會被你治 而且他沒有 隱蔽的空間 他沒有完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地形機 限制了你能夠進去的人 一個一個他就好處理 這是標準部隊 特戰隊受過訓練的方式 如同專案小組所說 初秋華不會乖乖就範 他一定抵抗到底 他認為他不應該這麼快就可以走 因為他要做的事情還沒做完 接下來他要去殺他妹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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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